肉片配料撒在大鐵盤 师傅拿长长筷子刷刷刷翻炒 等肉入味抓准时间一口气拨进碗里 整蒙古烤肉可是许多五六年级生的回忆 自选配菜牛猪鸡羊任你挑 三十多年前台湾刮起蒙古烤肉旋风 鼎盛时期超过三十家 但时至今日接连退场 以双北来说北市只剩大戈壁 每期两家吃到饱 其他像是云食未来以外带为主 双北都有的菜跟香规模偏向小吃店 蒙古烤肉热度不比从前 大戈壁引经营业十六年 得动脑筋创新迎合新时代 传统的蒙古烤肉 再加上精进的一些食事的料理 时下最流行的酸菜鱼 还有我们的挂包 将食材放到格子内 依照号码取餐避免拿错 从菜色跟便利性下手留住老客人 但现在更要打破中年人 才懂蒙古烤肉的框架 抢年轻族群观光客 六月将进军西门町 吴兆宁先生是我们致敬的对象 他之前在西门町红楼这边有做表演 除了跟相声大师致敬之外 大戈壁升级之后 会选在西门町这栋大楼 也是看好这里的极客力 甚至还跟粘迹麻辣锅当邻居 与同样走复古路线的粘迹卡位 同栋大楼 新大戈壁进驻四楼规模更大 转往会保留一点复古感 但以新潮为主目标客群很明显 而选址在成都路不在徒步区范围 但除了粘迹还有连锁大品牌等一国料理 麻辣旗下火锅也在年初插旗 新大戈壁六月中卡位一级战区 原本被认为没落的蒙古烤肉 抢攻西门町 能不能一军突起也成为关注焦点 东森新闻 陈宇祥蔡永恩 台北报道